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我有一个比较邪视 所以我现在看东西是用作眼来看 或者看书我放大镜 也不太大,圆圆的 而且皮肤的话你不能洗 我之前不知道,我试过洗一小时 然后在太阳下洗一小时 我皮肤全红色 然后是很痛 晚上的时候,我需要柴油膏 然后是过两三天 我才可以完全康复 我刚出生的时候 其实家里不是亲戚的 我妈妈承受着 我有压力 其实最初的时候,人家很想担心我 然后那些都是建议 不要这个小孩 然后到小学的时候 那些家长 有些家长 有些是他看到我 好像这个小孩有病 然后叫那些小孩不要跟我玩 或者是要避开我 不要看 然后呢 我就觉得,嗯,很手上 但是呢,我身边都是 有些人肯接触我 我觉得是 这些人帮助我 不会摒除了那些人的眼光 我会不会感觉到自己 其实有跟其他人有很多不同的 在来香港之前 我慢慢是 前两三四五个月 我就慢慢释认一下 一些学习情况 然后呢 我就有多余余力 我就想一下 其实家里也挺困苦 如果我到这个年纪 可以做兼职 我就会还工 我一年都做到八九个小时 最尽是九十个小时 最尽是十个小时 所以我都会觉得 嗯,都会有些巨大 因为你起码都要站住 学校开始知道我那时候 我又腾出来的时间 开始就会做义工 就是学习之外 都可以希望 我自己也是挺困难的 有别人帮助我 我觉得很舒服 还有 被人整个生活都改变了很多 我希望其实都可以帮助 尽多能力 如果是可以帮助别人 我也希望可以帮助 我都希望可以帮助 你找到一种更多 我都可以帮助别人 我一定会帮助你